我真的接受不到 我真的好生氣 我brick down 我真的好生氣 你聽得到嗎 留上你的裝修都還在裝修 怎麼搞的 真的好吵 我每天都把你吵醒 到底什麼時候裝修 你有沒有想過其他人是很辛苦的 我的眼睛是很辛苦的 女人不夠睡 女人不夠睡就會很生氣 特別是我這些一定要睡足 每天要睡足26個小時的女人 睡不夠就是好慘 但其實我每天都睡不夠 因為每天都24個小時 我怎麼睡26個小時 真的好猛烈 搞得情緒起伏很大 現在很敏感 我本身已經很容易生氣 我現在更生氣 更生氣 我聽了我罵他 沒辦法 我都知道裝修到不上 因為他們都是打分工的 所以我都是說一句 應該把我可以裝修的時間 吞後一點 吞後一點 我想跟大家說一句 我覺得很好笑的 最近我想大家都會看到 上網那些 現在都很流行 每個人都在說那個話題 就是 大禮堂有沒有一個節目 那個節目為你不說 首先我一會兒再跟你說 這個節目覺得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很流行這句 有樓有高潮的 我覺得這件事很可憐 真的很好笑 我不去想 你為什麼會這樣想 才會不會明白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有些人永遠都不會明白他想什麼 如果你不明白他想什麼 你就不會這樣想 不要說這些兜花園的人 我想說 為什麼有樓有高潮 首先這件事很低能 我覺得 Ridiculous 你的高潮是 come from那棟樓 即是怎樣 高潮的時候你在想 兩房一天 很大 廚房 有讀六花園 樓底很大 你高潮的時候想起 這件事很低能 首先我覺得高潮應該是 come from自己 自己那種滿足情緒的高漲 高潮應該是自己給自己 不應該給人 然後再說 為什麼是來自物質的 你內心的滿足 你內心是來自物質上的滿足 即是你很豐富的物質 你就會有很好的高潮 那我所說 這個人的高潮 很可憐 這個人真是很poor OK 這個女生不用說 我覺得做偉人 最重要是靠自己 無論你有一個挺好的男朋友 有一個挺照顧到的男人 最重要是我們女人 都是靠自己 我跟其他人不同 每個人的追求真的不同 但是我寧願 我會很努力為自己的人生去努力 寧願如果是人家買給我的 不如我自己努力買給自己 我覺得你一個人的成功 是必定要付出努力的 如果你是有成功的一步 那些成功不是真正的成功 但是我會說 沒有辦法 你千萬別覺得好像我這樣 有些人是 我不會批評別人的 如果他覺得成功是他的想法 是他想要的 我都沒有辦法 但只不過我覺得 真是很好笑 真是很funny 做女人繼續靠自己 我也覺得 有些人覺得很適合 好看很多人的 feedback 我就覺得 為什麼人家買給我 我自己買給自己買到 我這麼多錢 真是很差 好了 不要再說那個女生 我告訴你那個女生 我就是不想再看了 我覺得這個節目很有問題 就是什麼 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好像在宣揚一樣 有樓就是等於成功 我買到樓就是等於人生很厲害 很厲害 我覺得他特別在宣揚這些 初五的價值觀 哇 boys and girls 什麼時候 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 我們人的成功的定義 就是在於買到多少個樓 有多少個車 有多少錢在身上 為什麼成功的定義 是變得這麼膚淺的 什麼時候做人 是會變得這麼沒有內涵 這麼 只是追求物質的 我完全不agree 人家 I'm not gonna agree about this because我不覺得你有很多樓 你就等於來很成功 這些成功的標準 你一定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開始出現 我完全不認同人生 只是追求物質 如果物質滿足到你的話 那只不過你 你根本就不是在生存 我不跟你們說 這麼深奧的問題 因為我講的不明白 火吉的智慧就是 好大大大大大 我呢 千萬 我不希望有任何人 看完這個節目 去建立了一些創意的價值觀 所以現在看到我片的小朋友 中學生也好 你要記住 節目記要懂得分析 不要一邊看完就覺得是 我不希望 香港接下來的 來著再上來救一輩的小朋友 都懷著這個目標 這個指標去判斷自己人生的 成功的指數有多高 我們人追求應該是追求 內心的快樂平靜 心中富有 雖然你可能會說 你怎麼這麼說 你這麼多錢 當然不是 現實是有現實的 人是一定要有現實的 因為我們每一天都在做人 就是現實的 我都明白的 但是你不可以因為這件事 就被自己都迷失去麻木追求這件事 你應該很清楚人生 除了人要追求一些現實上的事 你都要放一點點去內心的野道 追求每一天和家人的快樂 你要內心的平靜 心裏面的富有滿足 這件事才能跟到你一輩子 我給你一百棟樓 二千輛 三十個花園 但是原來你內心是不滿足 是不知足 那有什麼用 人生的追求是什麼 是你自己才最清楚 所以我覺得 我們長生不可以這麼膚淺 我們的成功不在於我們的物質 雖然如果你有一個人 有很多物質上的事 可能會容易令到你開心 這個是無可否認的 有誰不想有多些物業 有誰不想有多些錢 但是這件事 你記住 不是直接等於你有多成功 你們明白 你們明白嗎 不要再吵 你們明白嗎 你明白嗎 我覺得就是因為 正正這些這麼錯誤的價值觀 才令到現在這一代的小朋友 這一代開始 他們成小處這麼大的壓力 為何他們讀書 現在的小朋友讀書這麼辛苦 為何現在的小朋友讀書這麼辛苦 你知道嗎 因為就是因為這些這麼錯誤的價值觀 家長怕他們大的小朋友 賺不到錢 達不到這個 現在一般人訂立了這個成功的價值 成功的那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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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 是啊是啊 就是因為現在的家長 很多家長都很擔心 小朋友大過 沒有一個好的生活 而且達不到現在所謂成功的指標 所以現在這些小朋友 開始承受這麼大的壓力 他們的壓力真的爆 為何要做這麼多功課 這麼多考試 現在的小朋友真的超人 我覺得更厲害過我 他們認識的東西更多過我 幼稚園的小朋友 認識的英文字已經多過我 他們很大的壓力 所以最近你們有沒有留意到 你有沒有留意到 我上網也看到的 最近真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我發覺 在這個 在2月5日至2月21日期間 總共有1、2、3、4、5、6、7 7個十幾歲的年輕人 是發生過自殺這個問題 有些是救不回來 有些救得回來當然很好 所以我想說 其實呢 我真的很希望這個價值觀 不會再存在 或者可以有些人 努力一起修正這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 我還可以做到一些 除了拍一條片去 和大家說一下這件事之外 我們做人 什麼時候變得 這樣的 真是很心痛 我見到這麼多小朋友 無論那些小朋友 是因為什麼原因 做出這個行為 但我想大致上 都因為他們工作 不是工作 sorry 讀書壓力太大 然後開始呢 好收心了自己 然後令到很多問題移動出現了 我覺得這個錯是 到底是由誰負起這個錯誤的責任呢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我覺得我自己都有責任 所以我希望 今天 我跟大家講這些angry的事情 其實我真的想大家正視很多事情 正視一些正確的價值觀 正視我們成功的標準的定義 到底是什麼 正視一下現在小朋友 受的壓力 去關心多一點他們 看我的影片的人 我知道很多小學生的 多一點關心你身邊的同學仔 知道嗎 如果見到他不開心 留意他多一點 知道嗎 給多點愛他們 就像我火雞渣一樣 其實我都很愛我 每一位看我的fans的觀眾 我知道我講的未必是對的 每個人 都會有他們不同的見解的 但是 at least我做了 我覺得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不開心 girls don't be so stupid 知道嗎 我們人的成功不在於 有樓就等於成功的 每個人雖然是有成功的方法 每個人覺得成功的定義都不同 所以如果你和我的想法 有出現不一樣 不要緊的 真的不要緊的 人生要怎樣過 是你自己選擇的 OK 我不講那麼多了 希望你解釋到 我想講的東西 就是我火雞渣好小可這麼容易 好小可這麼認真講的 因為講講我都感覺到 現在自己很認真 唉 我不希望我再見到那麼多 小朋友 或者一些小學生 因為讀書壓力太大 或者覺得 做人很辛苦 要出現自尋短健的 一個成年人 要去自實都已經是 很令人正切的問題 何況現在 小朋友 越來越多小朋友 發生這些事 我覺得很可悲 很慘 不講那麼多了 我現在很無心情 上面的人又轉到我 很無心情 我不講了 拜拜 拜拜